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还有三条狗 真有意思 我家很小 我有个弟弟和两个表亲 我只有一个叔叔和阿姨 我们也没有狗 你和你们家亲戚关系近吗 有些很好 有些就一般 我小时候经常和我的表妹和堂哥一起玩 你呢 我和亲戚关系都不错 因为我家很小 每年我们都要和叔叔阿姨一起去度假 我们一年也要见个好几次 那你这次家庭聚会 为什么每个人都问你那么多问题呀 因为我就跟一个人说了周五的约会 结果所有人都来问我 他叫什么名字呀 他是哪里人呀 他几岁呀 然后每个人都问一遍 累死我了 你能想象吗 幸亏你提起了这件事 我都忘了问你 他叫什么名字 他是哪里人呀 他几岁 快点讲讲怎么样啊 我好好奇 不是吧 又来了 你周末都做些什么样 这周末累死了 这周五我和我喜欢的男生一起去电影院看了电影 我们看了一部爱情片 挺不错的 然后他请我吃了冰淇淋 周六我去了家庭聚会 是我叔叔生日 我和好多亲戚聊天聊了一晚上 周日我睡了一整天 实在太累了 你为什么这么累呀 因为我家亲戚很多 每个人都问了我好多问题 你家有多少亲戚 大概三十个 真是个大家庭啊 有我爸和我妈 还有我妹妹和哥哥 还有六个叔叔和阿姨 他们都有自己的孩子 我有十三个表亲和堂亲 哦不是 十四个 然后我们还有三条狗 真有意思 我家很小 我有个弟弟和两个表亲 我只有一个叔叔和阿姨 我们也没有狗 你和你们家亲戚关系近吗 有些很好 有些就一般 我小时候经常和我的表妹和堂哥一起玩 你呢 我和亲戚关系都不错 因为我家很小 每年我们都要和叔叔阿姨一起去度假 我们一年也要见个好几次 那你这次家庭聚会 为什么每个人都问你那么多问题呀 因为我就跟一个人说了周五的约会 结果所有人都来问我 他叫什么名字啊 他是哪里人啊 他几岁啊 然后每个人都问一遍 累死我了 你能想象吗 幸亏你提起了这件事 我都忘了问你 他叫什么名字 他是哪里人啊 他几岁 快点讲讲怎么样啊 我好好奇 不是吧 又来了 吧 你 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